狗哥 好多人想选你 狗哥 狗哥 我也不知道 可是就剩这几个 不是 你选我就我选你 黄秀说现在选狗哥 狗哥 不 狗哥肯定是跟派格特 在我心中狗哥是有 一个地位在的人 毕竟对我来说 OG 另一层意思是 师傅 所以就想跟师傅切磋一下 选狗哥 我觉得三分之一的人 应该都会想对他 因为都想要对战 心里面觉得很全能 很强的rapper 我们对决继续 来 车头 别我了 可以轮到一个爱热了 爱热间生日 那就你来吧 鼓掌鼓掌 公主你不守于天气 祝福你生生快乐 每年都有今日 碎碎都有今早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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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召唤的事 首先我觉得 如果不和一个强者竞技的话 我来这里没有什么意义 其次我觉得 在我生日这样的一个日子里 那我能成为他的第一个对手 我也很荣幸的 狗哥 你的生日让给你 狗哥对于我来说 一直就像是一个 从耳机里走出来的人一样 我觉得 在整个中文说唱这个行业里 能够称得上活着的传奇的 必须 我说不出任何的狠话 也希望大家理解我 我爱你狗哥 我要问狗哥怎么想 我本来就说 如果这场输了 也不要讲什么话 我直接退休 直接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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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呀 别呀 爱热压力大不大 不是 不是 我等一下 你要退休吗 你有好多哥在我们耳机里了 你退休也没所谓了 划风应酸 漂亮 让我们一起准备这一场 爱热和MC哈达热狗 行了 爱热打狗哥 是为什么咧 因为他们名字都有热这个字吗 说实在这也是导师跟导师之间的一个比赛 狗哥在我们这里是已经很多年的导师了 而爱热是在2020年说上听我的导师 就是两个是导师级的人物在 不一样的年纪与不一样的时代的一个PK 这个会挺精彩的 跟狗哥这样一个很传奇的人物 进行一场较量 我也很荣幸 也很兴奋 能跟他交流一下 我觉得从明星制作人 导师诚伟 变参赛选手 我觉得就是真正的大魔王牌 真正的降为大吉 就是这样子 有请两位联盟发起人来到现场 他们分别是2018年 中国新说唱年度总冠军爱热 以及这一次他从明星制作人 变成参赛选手 他就是MC Hot Dog 热狗哥哥 那么我觉得这场非常的精彩 我也非常的期待那作为双热 这一轮 有什么想要对对方说的 能和这个从我耳机里走出来 实实在在站在我面前的传奇一起 较量一轮 无论输赢对于我来说 都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情 谢谢你们 好吗 谢谢狗哥给我这个机会 OK 就是为什么今年 新说唱变成巅峰对决 因为我来比赛了 好的那么接下来 我们把舞台邀给爱热 这支金话筒是2018年 中国新说唱的冠军荣誉 一直没有打开过 这次回来在这个舞台上 我就打算从这个节目开始 把它开封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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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厉害 这个融合很好 随用风气没所谓 你曾经意我可被勇士赞美 孤小鸭千里万里 情人啊 待我换句 不是人非没错对 随用风气没所谓 你曾经意我可被勇士赞美 坠入坟间我看遍 明强暗间但却没眨眼 在蜿蜒海岸现实发现 直到闪电与闪乱终结 我才学会下去 但当面对高峰是约 We know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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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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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know we know we 我们的心动好经历 情人啊 情人啊 待我换句 不是人非没错对 随用风气没所谓 你曾经意我可被勇士赞美 Everybody we know we know we know we We know we know we We know we know we We know we to 不要拖累 时间陷归人帮我提出所有 扎念出我大尖海的堡垒 叫我出地反弹别太着急 承开心扉和童鸭爱舍得高位 有时把恨意负面最包围 被蒙蔽遗忘家人教会 心外好与结果充分茫蔽 自然完成大前进的倒退 太猛 承开怀抱 自信为过去最过爱的 总成想要更光阴赛 不如现在更灯下一面海场 黄儿如恶世的我后世后绝 龙不是生命必要勾签 带我奋起去赶只安走人 情人啊 情人啊 不是人非没错对 欲用风气没所谓 你曾经以我可悲 有时赞美 坠入分间我看命 明像安剑单却没眨眼 在蜿蜒蜒蜒现实发尘 直到万年雨晨乱终结 我才学会察觉 等到我面对高峰深渊 从不高峰面当时母会 Whe cannot know which 不复伏之路 非米昵得 连太利 木 aware 非日本人 ��고揸家 不想和你互相呀 顾云飞 他今天这个节奏一起来的时候 我就回到了那个小时候的感觉 就这个歌把我唱相加了 艾热的音乐是很有品味的 我反正是一直眼含热泪 他才进入另外一个维度了 要get到的人才get到 他做的不仅是hip hop 我觉得是世界音乐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他把他民族的那一套东西 完完全全的融合到了说唱里 融合到了音乐里 并且也做得很好 太好听了 对 是个音乐性很特别 他就完全把所谓说唱融进去了 对 让你感觉不到它的痕迹 这个狗哥怎么进来